大家好 歡迎各位觀眾收看東周投資會 今天我們繼續有Dicky和分析大使的走勢 解答觀眾的問題 Dicky 今天主要想跟你說一下 中央那邊早兩天有一篇文章 訂出來要靠股市製造財富效應 令市民有錢消費 這就能捱到內需了 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今天就升了不少 一開始的時候都升了差不多400點 加上中央今天又開會 又要接連幾十招 又賺了出來 但是賺了出來之後 我們的市場反而是跟著賺回來的 全日只升了118點左右 成家都舊的 都有一千一百億 跌了三天 終於彈回一天 一百一十幾點 那你覺得兩萬點 是否真的這麼難站得住呢 這麼說 今天《星島日報》第A18版 報道了我對後市的看法 當然也有賣廣告 很明顯是 因為中央會有支持的措施 我也講了幾個概念 第一就是內地的股市和全世界都很不同 內地的股市是由散戶所主導的 散戶的信心還沒回來 那股市都很難是可以有所謂的 所謂的盈利一個升浪 炒風 真的沒有這件事 好了 第二件事 就由上個星期開始 當港股真是明顯地 單日轉向見底回升的時候 最關鍵的一點就是 上個星期 中央政治局的會議 這個會議之後 都真的 那些部位啊 人行啊 法改委啊 財政部啊 國家稅務總局 就繁忙到不得了 因為主席一聲零下 要做的了 刺激房地產 支持房地產 表揚平台經濟 對於經濟總量 以至於做就業的貢獻 好了 講了這些之後 當然就要有政策出台 有措施出台 那今天呢 其實早上就有一個 就是個名字 你知道吧 就是內地的會的名字 永遠都比較 相對地擁長一點的 就是有幾句話 加在一起 這個其實呢 在我的觀察 這個名字算短的了 就叫做 打好宏觀政策組合權 推動經濟總質量發展 那其實呢 就10點做已經開會 那開會的過程裏面呢 其實就已經有些消息出來 那當然啦 出到來的那些消息也好 就是公佈也好 那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就是跟過去這段時間的國務院 又或者在過去 大家都會看到的這些 刺激的經濟方案好像都是 都是差不多這樣 都是那幾樣東西這樣 好像都是 又是 暫時都還是 繼續都是說 但是客觀的事實呢 不是說完全沒有措施的 譬如說消費 有那20條 是不是 那對於現在來說呢 看到有幾樣根本性的變化 這個就是我自己觀察到的 那第一樣東西 真的呢 你說無獨有偶又可以 這麼巧巧又可以 夾在一起都可以 就是看看大家怎麼解讀 就是因為 當阿爺說要撐房地產呢 你真的不行他的 立刻世貿呢 又這麼巧又復牌的 然後呢 四條六恆大物業又復牌 聽清楚啊 不是推介來的 尤其是恆大物業 恆大系不是推介的 不過恆大系 都有兩家復了牌的了 世貿又復了牌了 所以代表什麼呢 所以代表到整個房地產行業 如果你說用 匹極泰來來形容 我想合適不和 所以客觀的事實就是這樣 所以要撐不是沒有招的 其實還有招的 咦 不是啊 如果中央政府真的要撐樓市 那有什麼可以做啊 那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客觀的事實就是 現在都會開始聽到 不同的省市院 開始放寬一些 就是房地產調控的 液周期的措施 這個都是我過去都說了很久 開始見到了 有些市 已經有出台這些措施 那還有就是媒體了 因為有時候呢 就是內地的官方媒體 他們說什麼呢 有時候說說說說 然後就會成真的了 包括就是說 內地的中國政權部 那就是要有一男子的 就是說 方案去怎樣去幫 現在這些政府啊 地方政府啊 又或者 房地產市場的 債務的支援啊 重組啊 展期啊 等等 而呢 更關鍵呢 就是人民銀行新任的 這個 就是說行長啦 那 潘公勝呢 就在日前的了 都不是今天的事了 那就會見到 或者跟很多這些 就是大型的民企房地產發展商的 代表啦 高層啦 那就見面啦 開會啦 那當然啦 裡面的內容都是說 喂 幫幫忙啊 等我們 都可以借到少少錢啊 那些這樣 那當然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呢 我都仍然叫大家 浪房股就不要碰住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要撐的過程裡面呢 那好了 有些已經復牌了 有些呢 就已經是慢慢就 就改善了 那個營運的狀況 那怎麼辦啊 隨時就要伸手 就拿錢了 那有些說 雜資又雜不成 有些又說不雜住 有些還要回購 那但是不排除就未來 可能都是繼續 都有這些 就是配股雜資潮 在內房的行業裡面的出現 那所以令到他們的價格 就是股價的表現呢 就可能會比較動蕩一點 但是總的來說呢 就是市場的氣氛呢 甚至乎就是 我都可以進一步了 就是過去這段幾場的時間 我從來 OK 大家聽東周投資會 看我自己YouTube每天直播 我想沒有聽過得機說 萬八以下的這些看法 就是 之前我仍然是很堅信的 其實呢 年內呢 去到一萬八千零四十四 都有望是一個短期的低位 接著 就在一個對稱三個人那裡 一直都守著 但是呢 在過去因為上個禮拜 那爺爺一聲零下說要撐 他就飆了上去 但飆了上去呢 這個禮拜初很多 真的 有些超賣 STC 跟著兩隻烏鴉 那 又殊不得知呢 又會被美國呢 就是那個 衛育國際下調 他評級 去了目次 奪了最高三個A 那就 全球金融市場 動盪了一兩天 然後呢 港股又搓回到 十天一百天線那裡 但是怎麼說都好呢 就是今早早 我預測在香港電台做節目 在星島頭條的訪問 就是專欄 那我都說那句都是一樣的 就是說 暫時都是一百天移動平均線呢 就是整固 那我都覺得呢 就真的又 又講得幾準下的 因為呢 今天恆生指導收竊點呢 就一萬九千五百三十九 那而一百天移動線呢 就是一萬九千五百三十六 剛剛好 那但是美中不足就是今天 就是高開呢 升幅都很明顯是收窄 那但是也都客觀的事實 就是環球金融市場 真的太多東西了 現在這一秒鐘 譬如說 美國的債息正在上升 尤其是十年三十年期 那其實客觀的事實來看呢 又不是太差的 因為債券之息曲線逆向的情況 有改善的 大家如果明白的話 那但是 另外一邊商也都會擔心 就說英倫銀行有加就吃 加完它也都可說 可以說是再加 那也都呢 就令到 大家會覺得 美國就已經加到停的 這個主觀願望呢 都不是說百分百那麼肯定 那但是未來呢 我都會覺得 既然有得 就是組合權 包括央行那麼多的部位 都一起要講 總之不要管了 打好宏觀政策組合權 就是一套拳來的 這套拳應該會有很多招式的 就是八段感那些 那些很多招 不會說一兩招的 所以你說是否拳拳到肉 招招都可以呢 那就是 就是希望繼續有新招 那就希望 希望股市都 朝夕潑潑的 好了 你都覺得市場 還可以繼續去 但是就是看政府 中西政府出了幾招 又谷消費 又平台經濟 又整個 其實有一部分的股票 其實在急升之後 都回落了一點點 那你覺得 大家應該追哪一個板塊 會比較穩真一點呢 真心說 我最喜歡的是車 但是車現在來到這些位 我都不太敢再後退 因為怕是有後波 但是如果大家有看 東周投資會有聽我的評論 那我想 怎麼都有一兩隻吧 那些車股 沒有啊 完全沒有啊 不論你說香港上市的海外 都有 但是對於 就是內地子豬分排的車 我想過兩個月之前 我都是升到 我記得 長篇大論都是說 很簡單的 就是現在中國的汽車工業 發展的速度 力度 還有那個勁度 就比得上 80年代的日本 就說完了 是這麼簡單的了 所以 個人就仍然都相當的看好 但是 你說 可能你說得基 現在買不下手啊 就是那些 你上升上去 每天都升高 那當然 大家如果有聽我的看法 那這段時間 就是放置腰的時間 一路升高 不要理他 沒有沽貨訊號就先拿著 但是可能相對地 比亞迪就暖一點的 那 客觀的事實就是說 如果你看了一些近期的 無論是中氣協的一些 汽車銷售數字 按年以至按月 都出現下跌的 如果你說成年會的數字 但是 大家要懂得看才行 因為去年7月 是一個高峰期 因為6月1日 開始實施 車輛扣至稅減半的政策 所以呢 高峰期去比較的話 那就 不是太反映得到客觀的事實 如果你說扣除了這些因素的話 新能源車的銷售的比例 現在都仍然是 即是已經快要去到 即是過了三分一的了 很誇張一下 其實這件事 那再計入 就算計入高級數的緣故 其實新能源車都賣得好 所以為什麽會是大家看的數字 咦?不是按年和按月都下跌嗎? 新聞是這樣報的 大哥 那你都要看一下內容的 不是按年按月比較的 有些月份 可能有些特殊的因素 所以為什麽車股不肯下跌呢? 當然比亞迪 另外一件事 大家計算日子 咦? 股神Berkshire Hathaway 很久都沒有公佈出來 這次很久了 你也要留意了 這次很久了 所以會不會無端端 又一跌又說1%呢? 那你就知道 每次1%的時間 即是不跌得多 都三兩天 或者一兩天都有的 所以可能現在感覺上 好像那些人就是 想等他這個 哎呀!又減到1%了? 接著回一回的時間 才會鬧 反正我有個感覺 但是客觀的事實就是 現在比亞迪理想 全部都是等著年內的新高 甚至乎在年內的新高 唯一就是小鵬就波動一點 那因為 Volkswagen那件事 就炒了上去 然後就回下來 那他就比較波動一點 但是就算委來都上去 今天又升了 總之車呢 我覺得你怎樣都要 一架半架了 即是短線來講 如果你說真的要 有一些短期的回報給你的 但是如果你說不是的 那100天線就守得住的 A股的氣氛和景氣真的改善了 你說 喂不是啊 什麼什麼事 但是你正勸 唱淡A股啊 這樣 那為預告唱淡美國 你又不見過美股 跌10天 對不對 跌一天而已 大哥 頂多兩天 其實大家現在是很冷靜的 不知道為什麼會 但是客觀的事實就是 都是那句 就是評級機構 又或者各別勸商 對於股市的看法呢 其實是有影響力 但是那個影響力 就不是說那麽長久的 但是 是的 就是你說有沒有道理 去下調美國的信貸評級 有沒有道理下調 就是中國股票市場的表現 我就覺得是應該的 但是我覺得不是現在 應該早半年前 是不是 不是現在 就是現在阿爺都說做事 我都知道是啊 有幾樣東西都不行 做一下先 那你現在做事的時間 你走來鬧它 跟著呢 之前的債務上 煤沭 universo 那時候你又不下調 warehouse 已經搞好了 跟著呢 經濟數據又好 但是そして通脹又換和了 加力 dissip love 你那你才來 調低一個信貸評級 給我的感覺 我覺得好像休了一點 那一下 我看一下 當然啦 絕對沒有資格 再評論 這些評級機構 他們那麽有影響力的 他們在說什麽呢 那債市便移動吧 那麼才姓 不知道他們背後在想什麼 但我總是覺得所有事情應該說的時間 不說最後才說 好像是遲了一點 我會覺得沒有什麼前瞻性 如果你說你現在前瞻美國經濟衰退 那我就覺得真的錯誤時間 因為現在看到的情況反而是佔入街景的時間 你就說他很不行 SVB打的時候你不說 我又覺得後之後覺得很重要 但是無論如何 他當然有他們評級的理由 所以耶倫當然是不高興 你這樣說我們現在都明明 好轉緊 完全制後的數據 那耶倫當然這麼說 永遠都是的 任何國家政府 如果你說什麼世銀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或者評級機構說下調他什麼什麼 他通常第一句就走出來反對 反對之後就是不同意 強烈的反對 強烈的不同意 一定是這樣的了 但是我覺得對於金融市場的衝擊就不是很大 還有現在國債的收益率 其實反而是慢慢是 由一個很逆向的狀況 反而是趨向平坦 還有客觀的事實就是 長期的債息是不會有怎樣下跌的空間的 原因呢 我今天在星島日報就寫了 有機會就支持星島日報吧 是的 美國那邊又有他的問題 中國那邊又是中國的問題 但是我看回香港那邊 恆子就好像有點 但是相反 科子很強勁 是 完全跑贏了恆子 今天都升了差不多2%上去 那科子其實你覺得 如果大家覺得科技股可以 想買一下 可能不想單一隻 追回科子 大概是什麼位置 你覺得可以去追回科子呢 十天線 當然科子已經是突破 我也不是今天講的了 記得和阿輝做節目 我去 不知道公幹還是旅行前 你啊騰訊那些 你去買吧 現在已經是 有回報那隻的了 可能大家又是那句 哎呀我之前有沒有買到 哎呀那現在又怎樣呢 那我也覺得不會跌得太多 因為大家一定要明白 幾年前的科技行業 每個人都是人心惶惶 因為每個人都怕被罰款 又說要整改 一時三刻 又說政策的轉變 全部都是說得 直接了當點 都是打壓的 現在不是 現在是扶持的 那你說差異是多大呢 所以大家都是要熟悉 就是說 當內地的政策一轉 所有東西都會轉得很快 比如說動態清零 接著不再清零 好了 那又一輪復縮 當然之後又政策了 然後到現在就說要支持 然後又肯定他們創造就業 因為客觀的事實 我想我說了很久 如果你說要用消費拉動經濟 那一定要提升民眾的消費信心 還有投資的意欲 投資當然是房地產 當然是股票 還有有了這個股票 還有這個樓市的財富效應 你才會令他們有錢 有錢 閒錢 再加上他們對於他們的工作 就業是有信心 那他們才肯花錢 所以你就這樣說 你花吧 他不會花的 但是有人說 咦?有人工加 咦? 我的房子升了 咦?我的股票都很好 你不叫他都會花了 所以我很深信 爺爺一定會做些事情 去支持股市和樓市 因為既然財富效應是這麼重要的話 坦白我也想到這些 爺爺一定會想到 過去我也有說 貨幣政策選完顏色 是時候降準的了 那現在就是 那個很複雜的名字 在證券行那裏做 是的 那個 就是突然之間 對不起 說不出他的名字 那就是說 那個變相 就是那個叫做 最低結算被負金繳納的比例 那其實就有助於 提高市場的 簡單點說 就是融資 降低成本 那些 那就是有一點點 好像 就是股票 股票界降準的感覺 是不是 那所以就 是的 都在做事 中央結算 那你難保 遲早就到了 可能爺爺就說 喂 好了 股票印花稅是時候 減少少 但是鼓勵大家 就是 開心心 那一隻 我覺得是有這個機會 一個減證券交易印花稅 一個 下條存款 準備金率 我真的覺得未來一季 是有機會會用 而現在 會不會已經反映了這些預期呢 我覺得反映了一些 但是又未完全反映了 所以 科子來說 永遠都是 跌又先跌 但是它通常都先跌 過往這麼久以來都是這樣 但是 在現在這一刻 的而且說 因為之前都 上個星期開始 中央政治局的會議 那一刻是 令到很多科網股 其實都突如其來 由一個大家沒什麼信心 就變成一個相對 比較超買的情況 都出現了 但是現在又叫做 回到一些 下跌 比如說 在這一秒鐘 我會覺得 如果你說 都選不到哪一隻 那大包圍 買科子ETF 都可以了 最重要的是 科技公司 對比其他內地民企 他們最好處就是 他們有錢 他們不需要向政府身手拿錢 他們要投資 大把水 你看騰訊回購股份 每天都值幾億 在大個國家 可能都不會見到 這麼厲害 回購金額 有這麼多子彈 所以 實際上 就算到現在這一秒鐘 就當是恆生科技指數 又或者 個別權重的科技股 新經濟股 互聯網股 平台經濟股 其實他們現在這一刻的估值 都是歷史上的一個 相對低潮來的 都仍然是 不是真的升了很多 所以我仍然有信心 當然啦 如果你說 超買了這麼多 但是又已經突破了 最理想就是 等回一點點 20天線 就不要想了 未必下得到 但是如果你說穿10天線 都可以少少 科技股 看著那些10天線 或者科技也看著那些10天線 好了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Dicky 這麼快 對呀 這麼快就有5點了 多謝Dicky 還有分析大使的手勢 謝謝 解答觀眾的問題 我們下星期五日再跟Dicky見面 好 下星期再談 拜拜 拜拜